大块芒果堆上雪花冰 一大口吃下清凉消暑 天气越来越热 国内芒果最早采收的屏东 也准备进入爱闻芒果的盛产季 不过受到气候异常影响 产量只有遗忘的七成 而在台南也传出芒果结果绿叉 粗骨损害超过两成 看天吃饭的还有高雄大树的玉盒包 除了气候变迁再加上封面影响 今年产量将不到三成 量少驾阳 今年夏季水果涨身四起 爱闻芒果去年每公斤批发价不到五十元 但今年截至五月中旬涨到将近七十九元 玉盒包去年批发价每公斤二百五十元 今年也上涨到二百九十元 而今年龙眼树花矿也不好 去年每公斤批发价五十九元 今年飙涨到九十六元 大概美金可能要超过两百 颗应该今年会比较大颗 因为今年雨水比较早报到 五月下旬盛产期 气候影响产量 批发价降幅有限 民众想要大蛋 优质的当令水果 得看荷包够不够深了 欢迎新闻林薇凯 林博翰 王悠阳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